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通路沒告訴你的大小事 我每次都來上課都破大家冷水這樣子 因為大家好像對通路非常嚮往 大家好像對通路都非常嚮往 只是我覺得其實通路是一件事 那衡量自身的能力是另外一件事 要先手這樣子 好 那我大概就是分大概就是三個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應該留多一點時間 跟大家就是討論說就個別案例 比如說你自身的通路的問題 或你自身沒有辦法處理的 其實我們講得出來 因為我剛在我要解考前我就講了 其實我幫你跟其他地方的形態不一樣 但是你幫你做得好 在其他地方的工作 那所以我想說其實最後應該要多留個半小時 一小時跟大家做一下討論這樣子 好 OK 那我的目錄就比較簡單 就是我自我介紹 然後通路形態的介紹 那通路形態介紹之前 我就會先講一下說 我現在的裡面狀況是什麼 那我未來的裡面狀況叫怎麼樣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大家會搞不清楚所謂的通路 就是通路有兩種 就是虛擬通路跟實體通路的差別 就是在結束上有點差 那再來就是說 通路這些人要跟你買的時候 他的方式是什麼 有很多種 大概大概就是有買段式的 跟半買段式 還有一種叫即賣 就是我放你東西放你那 但是如果賣得掉的話 你自己要去回收 那你自己要過期的話 你要負責到 其實大致上是這個三種方式 但是實際上應該有 還有更多衍生的方式 那最後我會講一下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這一切都不划算 那你要給我自己編一個通路 你是生產者 如果你也是通路 沒有很大的優勢 可是同樣 還是要收支 就是說我的成分 這樣子 大概是大概就是講一下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很標準的數據 因為這種東西是因人而異 每一個人要去接通路的成本不一樣 那我只是大概講一下說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給大家參考 我是第一屆百大青龍 阿牧剛剛都幫我介紹了 然後我是收工印象的負責人 那百大青龍是一個 就是一個蠻好的一個 一個一個那個 對你農業整個青年農民進入這個農業 很好的一個成長 這是我所獲得的 那收工印象基本上它只是一個商號 所謂商號就是很簡單講 它就是我要賣東西 我總是要開收據給人家 那因為你 你現在開 我們現在要賣東西給人家 大多數還是選擇農民報告 你蓋個章 然後身分證的寫上去 然後寫多少農產品 多少錢 大家應該都開過吧 還是沒有開過的舉手好不好 農民報告我沒有開過 很掃的 很掃的 所以通路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一定會叫你開這個農民收據 再來才會叫你開一般商號的收據 那一般商號跟你農民的那個責任 就是不一樣 因為有時候你是賭資合資 或是你的資本額 會影響到你對接通路的這個效果 好 那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平台做比較簡單的是 就是 我們都在配載配 就是簡單說在 在一直幫人家配載配 那 自己也有生產一些東西 那 我自己 我本身比較專業是種南瓜 還有西瓜 這個 這個專門要做南瓜的 西瓜 可能沒有種南瓜 可以問他的 例子南瓜 我是種那個小顆的 一個拳頭大的 綠色 類似小黑小紅 但是就是我會種 我比較喜歡種就是短褲種 它果汗比較多 也比較好吃 比較穩定 穩定性比較高 但是我覺得種小黑小紅也沒有不好 也沒有不好 不要說 我的 種子怎麼買自己去網路找 我要問我 大家每次都問我 我不知道 不是我不教你了 是那個種子 大概是 自己每一個人拿的那個源頭不一樣 種出來不一樣 效果都不一樣 好 好 那 我本身是一個生產人 跟各位一樣 我是農民 我非常喜歡種南瓜 我們種南瓜都每隻都賣過 然後賣到完全沒貨 然後 大概兩 三噸 小顆大概兩三噸 的產料 我是直接 我是直接 對消費者 我沒有對 很少對通路 有 但是很少 那 還有西瓜 它西瓜是 大多數也是我們自己賣 那有一部分 很少部分 也是到通路 也有 好 西瓜 我們大概 十二天大概都配了六千件 六千件 然後 西瓜很少 一顆大概三十斤 每家子 相加一家都超過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 我比較專精是在那個金物流這一塊 就是 我們一個後台的系統 蠻好用的 可以解決掉很多金流物流的問題 比如說 常常就會有人 跑來我那邊說 你自己也你幫我寄一下東西 那其實我們就是做服務性質 那它的載配費很貴 所以我們 它就可以用我們的載配 然後下去 降價這樣子 那 外地也可以 因為外地我們是用密物流 就是 拋單的 但是這個 這個企業大部分是在做一些 我覺得是做公益 它沒有什麼賺錢的性 然後 它現在遇到一個比較大的瓶頸 就是 宅配的問題 一直來嘛 這裡有關通路 你想一下 你們如果要 如果在花蓮 如果你們要配東西給通路的話 你們要選什麼方式 自己開車可以過去嗎 沒有 不可能 我們用載配通 載配通 不管你是載配通 新竹 或者是黑貓 或者是各種 黑貓比較貴啊 對 就是說 我們如果在花蓮的話 其實我們大概的選擇 就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你有辦法去走共同運銷 可是共同運銷的話 你要想啊 你的廠商要去共同運銷的點 去幫你拿東西 這幾乎是不太可能啊 第二個就是那個剛剛大哥講的 你要怎麼辦 你就載配他寫一寫嘛 然後呢 然後你可以到他那裡嗎 沒有配合啊 他們直接過來說 好 OK 欸 你的農產品如果是耐儲藏的 耐儲藏的 真的沒問題 那如果不耐儲藏的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現採 我就要 比如說我今天早上採 我今天就要配 那配給通路是 距離最短 就是說我們說 其實你把它放冷藏 再隔天再寄也可以 但是 我相信齁 大家在座有重點的都知道 放到冰箱一定不會比較好 就是最現採、現寄 它的品質是最好 因為它時間最短嘛 那儲藏是一個必要 就是說如果有狀況的話 我去選擇做煮場 或者是太大量的時候 我會選擇做煮場 這是可以的 可是 回頭想一下喔 就是今年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一粒修嘛 那 翟佩爾公跟你說 他禮拜天不收喔 有齁 有齁 有還是收啊 有收嗎 真的嗎 他收比較貴 齁 他如果收 禮拜天送到比較貴 蛤 我們的 我不知道啦 就是我的是都沒有送 也沒有 就是禮拜天不收也不送 我知道的啦 我知道的 星期六會收 對 那禮拜天是送的 對 好 禮拜六會收貨 OK 然後禮拜天不收貨 也不送貨 對嗎 好 好 如果你用這個原則下去看 一個禮拜有幾天 一個禮拜有幾天 一個禮拜有七天喔 那 翟佩就是片面 就是宣布嘛 我沒有說翟佩不好 因為我們要重視老公權益 就是 你想一下一個禮拜有七天對不對 你禮拜六可能配夜菜類嗎 他禮拜天不會收到啊 對不對 所以你禮拜天 你怎麼可能就禮拜六配 我就說假設 我現在假設你的主席產品 是 短期的夜菜 OK 好 我們現在要面對嘛 通路嘛 我們現在要講啊 就是說我們現在 花蓮的整個問題就出來了 好 禮拜六你不可能配 耐儲藏我們等一下再講 就是我們先講 比較短期夜菜的問題 你禮拜六不可能配 所以呢 你禮拜天不配嗎 禮拜天不可能配 對不對 好 你一個禮拜去了幾天 兩天 兩天齁 好 你有沒有想過這些菜 如果在夏天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你可能要到田裡跟他講說 我現在一粒一粒 我們現在一粒一粒 我們現在一粒一粒 真的冬天還好啦 冬天還好 可是你一定要記得 要發生這些事 所以你自己心裡要要準備 尤其是有種過水果玉米的嗎 有嗎 夏天受得了嗎 受不了 一天就受不了 可能 我種過啦 我可能覺得 一個早上就受不了 尤其是那種 你可能種比較大量 可能他沒有辦法 真的一個早上都不能留 而且還有那種秋葵 秋葵那個更沒有辦法 可能兩三小時他就 他常常沒踩喔 笑我這麼長 然後一開始回去的時候還很開心 然後說 哇這秋葵這麼大他怎麼煮來吃 他就沒有吃 然後覺得蠻好笑 所以整個通路型態會因為這樣子改變喔 會不會改變 你想一下喔 你假設你現在一個禮拜收700公斤的菜 夏天啦 我們講都是夏天收700公斤的菜 所以你去掉幾天了 去掉兩天了嘛 假設你每天都是收100公斤這樣收 100公斤100公斤100公斤 所以你覺得你還有可能收到700公斤的菜嗎 厲害一點我們可能收到600多 因為我可能一千財 他還沒長大或怎樣 就是一千財 可是還是有一句話在講嘛 就是強災的果實不會騙 你早點去踩他 對你是好的嘛 回頭來想就是又打壞了自己的品質 那就會有一些 我也常常聽到一些 我們常常講的這些事情 然後就有一些人就講一些天龍果的話 就是講白天就講 叫做講幹話 他說 欸 你種的時候就可以預估啊 你禮拜六跟禮拜天不要收啊 老靠 你是不是 對啊 天啊 老靠 欸 我不知道啦 我說我實在是沒有 我的那個經驗裡面實在沒有這種技術 有時候 我印象深奧 我也念 喔 霸王旁邊的時候 我是種南瓜 我已經覺得我很厲害 那時候啦 那個應該兩三年前 就是小屁孩嘛 我也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會算很多數字喔 就算說 喔 什麼時候要收 什麼時候要財 然後我什麼時候要開預購 不過自己已經拿了 我有便利了 我就把那個預購開下去喔 那幫我寒流來喔 因為我預估是十天後才收 十天後 因為我們差不多十天前了 我們會做預購 我們不要拉太長 時間不要拉太長 那 就來了非常好玩的事情 結果到第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 我才去收那南瓜 因為那個寒流整個會定住 那個南瓜就是這樣 但它不太怕冷 好處是那種 利南瓜不太怕冷 所以這是 這個是我的今年的問題 也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我沒有把今年的這個表列出來 因為今年有點混亂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 到底是不是 就是說 企業會還到底是要走到哪一個面向 到底是要自己對消費者 還是說我們去走其他平台 那其實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2014、2015、2016 其實多數啦 就是說我在其他平台上面 就是不管是實體或虛擬平台上面的那個鏈 都是往上漲的 尤其2016的時候漲很多人 因為我有賣一隻米 就是那個銀烈米 那個有上一些通路 那個資金很大 但是通路也不一定真的很好 好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它有一些 可以比較特別看喔 有一些特質規格的話 就是說 比如說 欸 某一些消費者 或者是通路不管 他就會特別打電話給你說 你幫我包什麼規格的 我還給你要 就是一箱還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有可能是小餐廳之類的 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還是要回到這個主題上去看 就是通路 還是要講到這個通路更新的 那因為你對的消費者就不算是通路嘛 消費者就是你是中端客人嘛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 就像是有機會再分解 那我們現在還是要回到這個通路的這個主軸上面去看 好 那這是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大概三年的一個數值 那其實 其實 其實到2016的那個營業額 其實大概就有一千 快一千萬 就是 將近一千萬 對 但是 我覺得毛利有點低 就是跟其他產業比起來 然後我們的變動性又很高 好 那我這邊齁 我這邊我自己可進可退啦 因為我的 我有自己有一個說明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四千五百個會員 其實我不太喜歡強調這個會員 可是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會員 你有一萬個也沒有關係 你有五萬個也沒有差 你有工程的有幾個 就是會跟你買的有幾個 這比較重要 熱門的 我們大概熱門的大概有一百多個人 一百多個人 就是時常購物 OK 那粉絲頁已經超過一萬三千人 最近也粉絲頁也沒什麼跌 因為這個 其實 你要玩粉絲頁齁 你就知道就是說 粉絲頁齁 它一直 它一直在縮線 它一直在線純 它一直要你買廣告 而且 你廣告成本越 越跌越高 這樣 這是實際的齁 你已經漲了兩倍 今天也漲了兩倍 你原本買三百塊的廣告 其實現在只剩一百多個人 這是很刺激的 這是很刺激的 那我自己 你可能要去想一下你自己 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的 我的 上面是我的經營的一個目標 就是我經營這一個目標 那我就要想一下說 我就要想一下說我經營了以後 我的東西有什麼 我的東西有什麼 其實我站最高的是西瓜 西瓜西瓜我配非常好 配非常多 我感受到非常好 就是 我只能說我配非常多 那 再來 南瓜 南瓜也是 配不少 那 再來我有做一些東西給服務 這是大中的 大中 就是 那還有其他很小的 像我們場面 有米 有地瓜 還有一些什麼 像比較航空的 像玉璇 那個 就是 都有 這個是 這是我大中的 那 我們其實我們就有經營一些 像 之前有接過台灣航空 那也有接過 現在還有接iCook 就是虛擬同路 那 我們有把一些東西 集合起來 然後 我們 之前也有去那個 那個什麼 像 花蓮那個 農會 那個 那個 好市 也是自己擺的 我們有一些農友 是農會 自己擺的 那有一些 他跑去重練的 那 還有一些比較積極一點的 就是說 你的銷售型態比較積極一點 你就會去各地擺市集 有吧 欸 花蓮也要好市集 欸 有人在擺好市集嗎 有沒有 哈哈 好市集 然後還有台北也有 也有 什麼248 然後常常會看到有些 就是 農民 就 禮拜五 就開著車上去 欸 喔 我真的沒辦法 欸 好 大概就是 很多啦 很多陽性 我們的農民 蠻多陽性的 這樣子 好 我是在裡面做服務而已 然後他們做他們自己的 這樣子 好 好 欸 其實 這個問題 就是 我會想到一件事 就是 好 我們先想想為什麼要通路 有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通路 好 好 那 我在問你們另外一個問題 你們為什麼要有機驗車 進去的 進去的 入門 入門 什麼是入門 入門 才可以進有機市場 才可以進有機市場 對不對 才可以進小紅市場 才可以賣某一些通路嘛 可以賣某一些消費者 他特定要的一些嘛 對不對 所以 回頭想一想 你們 是你們自己想要有機驗證嗎 還是 別人希望你有 所以你去做 好 是後者齁 大分分是 大分分後者齁 對 我也是 我有全部的驗證 我有機驗證 我有殘焦歷 我有什麼積積苦的 也有友善的 友善的 友善我沒去等級 這是最辛苦 友善我沒去等級 友善我沒去等級 反正你要什麼 我就給你什麼 你要SGS 我也給你 你要什麼 311項 農藥殘留 你要土質 什麼酸鹼性 肥料殘留 什麼東西 我都給你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要跟你做生意 我都賣一錢 好 OK 所以如果是這個目的性很清楚 那我們就繼續走下去囉 就不是 不要講說 我為了有機驗證 是一個 就是 我覺得 他是我的理念 什麼東西 OK 好 回頭看一下 你剛剛講的 齁 剛剛我們討論 不一定是這樣 比如說 在座應該百分之九四 好 那 既然不是你們自己要有機驗證 是市場 希望你有 你也希望賣到好價錢 所以你希望有機驗證 那回到想想你為什麼要通路 為什麼 是不是跟有機驗證很像 對不對 是你自己想要嗎 還是你自己想要賣 就是我是想要單簡單一點 然後賣多一點錢 對不對 大批一點 量大一點 對不對 不是你們自己想要 好 那我們去接了這個通路 你的想法是通路能給你什麼 通路除了錢以外 能給你什麼 他幫你廣告嘛 有一些幫你寫文稿嘛 有一些幫你行銷 講得好聽 一些幫你曝光嘛 那 還是有其他的想法 也有喔 我們也有那種 沒有辦法不接的通路 因為可能就是朋友 或者是可能就是 他上次幫你什麼 你這一招 幫他什麼 就是不是 就不太單純是 通路那個層級 好 回頭想一下 就是這個讓大家想一下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通路 其實你要 你們要去接通路前 你就要很直覺的去跟自己接 就是說我為什麼要通路 譬如說沒有我量太大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想說沒有我量太大 短時間我沒有辦法自己消化 所以我找個別人 別的通路來幫忙 OK這樣就很好的 你要這樣 不要想說 欸我 我就想要通路 欸可是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嘛 就是你 你這樣子會很盲目的 就是會非常盲目 你要想一下說你為什麼要通路 很直覺懷疑 是重要的 我很簡單 我就是希望短時間內 高處理大量的量 那我有 我有錢賺 我能回收就好 這是我的原則 好 那回頭講一下通路的 虛擬通路 虛擬通路 那個 虛擬通路 比較簡單說啦 就是 我們可以在網路 網路上面 去買賣東西 但是你都沒有看到水平 你可以透過很多交易機制 比如說 ATM 或者是 WEB ATM 或者是 什麼二檔 什麼支付保 什麼O付保 什麼東西啊 就是 銀行轉帳 這種程序 去把它買回來 但是你 都還沒有看到這個 東西 你就把它買回來 好 那其中比較 比較 一開始 那個虛擬通路 比較簡單講的就是 電視購物 有看過嗎 那個 什麼 不是有那個 生生購物台嗎 還是什麼東西 生生購物台 那個 我印象很深 那個是最先 他們最先做 我沒有被洗腦 沒有被洗腦 被洗腦 對 然後我賣 紅保石 那些 所以一開始我想 那是有人買嗎 大概十幾年前 然後 哇 月月月月月 所以一巴不可收拾到現在 但是最開始啦 那些電話客戶啊 郵政 最早有郵政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郵政一話多 那個也是 就是說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就是我們先把通路界定好 就是說 因為今天上通路 可以花一點時間講一下 虛擬通路簡單說就是 人在網路都滿大 你沒有看到實體電 實體東西的 當然有人給你看照片也好 各種方式都好 這個就叫 這個就叫我們的虛擬通路 OK 好 虛擬通路有一個非常非常高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 它的營業程度很低 為什麼很低 它不用電面 你想你開一個店 你是不是要叫一個人在那邊鼓 要不然你自己 對不對 虛擬通路要不要 不用 不用 有人玩過那個淘寶嗎 淘寶 有喔 那個很恐怖喔 那個 那個還是標準的 然後 那個一間店有十幾個客服 通吃在現場 很厲害喔 一回什麼 它就回你 很厲害 然後 它的那個營業程度 非常的非常的低 低到你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做別的事 比如說你在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用手機再回 假設你的商店的話 你可以在那邊回 所以它變成什麼樣的 再來它有沒有 它沒有一個空間限制 就是 因為我們去店裡面 我們都是有一個目標 就是說 唉唷我今天想 假設我今天去 我今天去隔壁那個桶販超商 我就想要買 這個 我就想要買椰子汁 來的 可是 我就要去找 然後 它就要放椰子汁 所以我才會買 可是 去網路上購物 就是 你只要很快搜尋 它就有 而且 它 不只會搜尋到這個 可能會搜尋到 非常 非常大量 非常大量 椰子汁 你光打椰子汁就 很容易 那你可能在超市 它有 空間的限制 所以它可能一次只能放 三個五個 那就是 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就是說 這個東西啊 你看喔 像 像實體跟 虛擬通路 的差別 就在 當我要去買 這個椰子汁 我也一定有一個目標的時候 我可以有一個很清楚的 比較 比較 就是說 當然 當然那個 這個虛擬通路 它一定會呈現一個 商品很完整的一個訊息 比如說這個是幾ml 那幾克 那這個 熱量多少 還什麼 重量多少 那 你就會看到說 其他椰子汁 是不是也是這樣 還是說 這個 這個比較 純 還是說 這個CP值 就是 CP值就是 大家知道什麼是CP值嗎 就是 最便宜嗎 你買到 效果最大 然後最便宜 你覺得效果最大 單位價錢效果最大 就是最便宜 所以 這個在 虛擬通路上面 會有很多 會有很多 很多的這種訊息 揭露 它一揭露的時候 它就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場域跟地域的限制 也沒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去那個商店買 人家就會說 如果你去那個商店買 欸你 你這個 不能跟那個 比 因為我跟它 不太多 你不可以跟它 比 可是你在虛擬網路上 你們如果有賣過 自己的農產品 人家一定會跟你 跟你講說 欸 人家買多少 你怎麼會買這麼多 就是 你說 欸 你就可以 這時候你就可以說 什麼 我的質量比較好 什麼 可是那種 規格化的東西就不行 因為它就是這樣子 好 那消費者在意的是什麼 就是說 就是我剛剛講的 消費者在意就是說 它CP值最高 就是我當然要買CP值最高 那 又一些 比較尖端的 它只要買最好的 也有 好 OK 然後消費者就是說 會用前面購買的這個 這個 口黑 做購買決策 好 你們在面對這一些 你們自己做虛擬通路的時候 你們也會面對到這些問題 這很關鍵喔 這很可憐 消費者在意什麼 欸 你們要想清楚嗎 就是說 欸 是這樣子啦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的賣菜 可以賣 會有機 還會 OK 我覺得那是OK的 但是 大多數的人 還是會落在CP值的名字喔 大多數的人 再來它會 它一定會去看你的口碑喔 非常重要喔 比如說你一次菜沒出好 翻掉了 或者是一次東西壞掉了 那就 對你會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損失喔 這不是開玩笑喔 就是說 以前叫做鼠 鼠杯啦 最早 就是說 一開始在網路購物叫鼠杯 但滑鼠不是要點幾顆星 然後後來變成 你點幾顆星以後 可以去留言 欸 那個粉絲葉有夠這個功能嗎 欸 如果你有玩粉絲葉 就會有這個功能 或者是說 你想一下 如果你去買一個東西好的話 你會不會跟親朋友的話又講 對不對 講五個 講四個 可是你買 買到一個爛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跟親朋友的話又講 會嘛 你也會講一百個 給你五個 那個效果不一樣喔 所以 好的 口碑其實建立比較 比較困難 所以 要賣東西前 你一定要想清楚 OK 好 接下來 就是剛把實體跟虛擬通路講完了 欸 有人 問一下喔 有人開實體通路的嗎 不是 實體店面嗎 講錯了 就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賣菜還是 售 售什麼 就像我家一樣 我家是 我爸媽他們 他們喔 我家是住院欸 不知道院裡面在哪 在那個 嗯 八八八採什麼樣啊 就是 在那邊 他們都會 一大早喔 他們都會 割一些地瓜葉 花一些地瓜 採一些芭蕉 到店裡面去賣 這個是 這個是 所謂的 實體店面 但是我們是一個小桌子而已 這樣就算了 有人有這個嗎 有人有 會這樣賣嗎 還是 真的會有 真的會有喔 好 好 OK 那這一個喔 這個就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 蠻好玩的 就是我家那個花椒 在我家的門口賣 我家在門口賣 大概賣 講這我們算 現在一筆嘛 大概就賣 五十塊好了 五十塊 好 我們把它拿去台北賣 那一筆可以賣多嗎 一百五 一百五喔 那個 那個 我們就是賣一百五 然後自己覺得就羞怪 因為 因為很好笑喔 我想到的一件事就是 也是跟大家講通路的 通路的做法也是這樣子啦 就是 前陣子 香蕉跟芭蕉都 狂屌嘛 我屌到一個就是 覺得 覺得 國勳持香蕉吃到變猴子 我只是在當那個 當兵嘛 我持香蕉吃到變猴子 這樣子 那我喜歡 好 那時候就是 有一個市集的邀約 市集的邀約 其實我 我 我蠻鼓勵你們去 去市集 去結束消費者 你就可以比較了解 說他們在享受 然後 但是我個人 我是 我很 我很不喜歡去擺攤 但是我鼓勵大家去擺攤 因為我比較忙 所以我就是覺得 我覺得時間要用在對的地方 這樣子 好 OK 那這個芭蕉這個故事 我覺得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很好笑 就是 我爸他們就在那個門口賣一個 芭蕉嘛 趁公斤的 趁金的 然後一斤 2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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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20塊 好 然後小喔 那天我就突然發現 因為我很 因為我很久沒擺攤了 所以其實 他就一直被邀約 一直被邀約 然後也沒辦法 我們有 也是邀 那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就 免 也就是免為其他 就是 挺到底 就一定要去 好 那去了以後 去到台北 那個 美服飯店 好像是在南港 那給我們微微搞清楚在哪裡 好 那一筆香蕉喔 真的很誇張 一斤 本來二十嗎 對我們一斤賣多少嗎 一斤賣六十 五十 小一點賣五十 大一點就六十 全部賣光光耶 在這邊把它打串 各個多的全部賣光 好 OK 所以 你可以把它想成 你想一下 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我在我家門口 那是二十八 可是我把它拿到 那個地方去賣 是 六十五 OK 但是中間成本 是你吸燒啦 那間成本當然是你吸燒 比如說我現在要把 芭蕉 割 因為 我們可能 在那邊的規格是 你賣的 我打筆都可以啦 反正我就強制 門口 我就會強制你 不管怎樣你就是拿一筆 我不要再切 我不要再分別 可是你到台北 你就是 可能要再分切 因為他們 畢竟比較小家庭嘛 他一定是買個五根 十根 很了不起 要買二十根的 他絕對會跟你說 你那個太大了 我這樣吃不完 紅的之後我也吃不完 所以就會分切這樣子 好 我算了一下 就是 那個香蕉大概 大概快六十斤 六十斤 六十斤 所以 我 在那個六十斤的香蕉 多了四十塊 所以我賺了多少 整根是齁 整根是齁 就是我自己做通路賺 這樣 理解嗎 但是我要付很多 運輸成本 但是你最簡單的通路原則 就是你想一下 就是說 我這樣會不會 就好了 因為 我們 我們有的人運輸成本很低喔 因為他坐我的車 所以他不用錢 但是那是其次啦 就是說 可是你要想一下 就是 這是常態的情況下 那你自己去當通路的話 會變怎麼樣 但是最近我覺得發生這個香蕉比較有趣的事 他竟然就是 因為我一直跟我爸講 哇 我一定要帶啦 他就說 不管啦 你這個開去啦 因為我爸給我 他也會收錢 他收我個十塊 他也會收錢 他也會收錢 你不是什麼意思 下課吧 下課 還有五分鐘 他不是說不下課嗎 沒有啊 還要下課 還要下課 好 ok 那我把這個香蕉故事講完 好不好 然後因為 我爸 我爸為什麼會給我香蕉 你知道嗎 因為 他想說 我整個賣泥啊 賣二十塊啊 這麼好 你知道嗎 我說不用切啊 你自己去弄這樣子 要不然 我要幫他切什麼東西 然後 然後我弄很多 什麼要包起來 因為 他要運輸要包嘛 你一定要包 那你包了以後 一個一個包 那你不可能是拿整 整串的 讓你繼續在那邊切 不可能 那就是你把它包好 然後他想說 這樣最重 這樣最重 我就是被奧那個 就是被奧 不然我應該要殺價 如果他不是我爸 應該要殺價 他說 十塊賣 我會想說 如果十塊錢 我會賺更多 這樣子 這是最近發生香蕉 巴椒很好笑的事 他就給了我 因為我一直說 我不要 我不要 結果能巴椒 因為巴椒跟香蕉 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拿回去買 那那個 一開始賣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笑的情況 其實我都還沒拍好攤 我都還沒拍好攤 我也還沒秤到那個金 有的大有的小 你也不知道說他 他到底 他到底怎麼賣 這樣子 因為我就有那個 我們講說台北人 台北人就來 他說 欸少年人 你這個 香蕉怎麼賣 花蕉怎麼賣 我們就說 我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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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我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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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消化的方法也是蠻好的 那我是本身 我是本身不喜歡擺攤 但是我覺得 像你們如果有銷售的困難 其實如果你們大家同學的話 你們大家約一約嘛 就是我們一台車上去嘛 我們租一個攤位 那我們來去擺攤 可不可以 搞不好也可以喔 但是你不要個人去喔 今天真的是很傷 你想一下 你光車票錢多少 你都要開車 你要是多少這樣一個 你要負擔多少 可是你想一下喔 我們那一次回來 我們就做一個檢討 那一次是 總共是 四十幾個人 四十幾個人 那攤位都是免費的 他們一定是 可以奪歡寧 你知道嗎 奪歡寧花蓮農民 都不知道 你們來啊 沒有關係啊 我們做了一個很通常的檢討 就是我覺得 我就想了一個很鬼主義 跟他們講 就說 欸 你怎麼會 我們租一台大坝 大坝一台多少錢 一天大概八千嘛 一萬 好 我們算 九千啦 好不好 折中 九千 那來一回 算五天好了 所以我要負多少錢 一萬八 一萬八喔 那大坝原則上可以做幾個人 四十四 這是什麼 必要 我們做二十個人就好 一萬八出二十個人多少錢 九百 九百喔 你以為嗎 來一位台北的車票多少 差不多 超多喔 好 我再跟你講一個 很好 欸 他把你載到到耶 你那二十個人 你的貨全部在上面 喔 沒有辦法 這就是 你 我就說你載二十個人就好啦 你的貨全部在上面 欸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你的貨全部在上面 你到的 你們收好 他是直接載你們回家 你要不要去等著 你看看成本搜多少 我就想說 那時候我就想嘛 就是說 後來 但是後來我們就 我們就沒有懷了 因為 我實在是很懶惑 因為後來松菸 還是那個 就是都有人在約 都有人在約 可是就是 比較累 那 那四集 四集不是我強項 四集真的不是我強項 那只是說 像你們這個是同樣的性質 一個有幾班 其實你們也可以製成一個通路 就是說 我們做一個小的通路 那老師你不願意反而 都把分出來給人們 把通路 好啊 有人要接的話 OK啊 我那一天去買那一天 我賣四萬 我賣三萬五 還是四萬 多少貨 多少貨 什麼時候 嗯 多少貨 嗯 兩天啊 一天 一天啊 一天 多少貨 我帶一百公斤的地瓜 然後六 六十斤的芭蕉 然後你帶了 帶了十箱 還是 反正都剩一點點 回來都剩一點點 就是 大概如果宅配的運費 我們算宅配的運費 大概要一千二 一千三 十二十三相 大概是這樣子 那是我那一天 跟 去賣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欸搞不好 你可以做一個自己 因為我覺得性質很像可以 很性質不像比較 比如說你們有機的不要跟一般的貨在一起 因為不行 真的不行 因為那個 消費者來就會問你第一個問題說 欸你為什麼賣有機的 他賣一個 欸你們是不是種在一起 他認為你們是一火的 欸 你那個 那個一般的菜是不是 賣就出去 你就會把它拿來有機那裡放 真的會 我跟你講真的 一定會的 所以這個通過文蠻好 就是說你自己想一下 那講完之後 講到那個 我發現好多人有問題 所以我可能 我可能二十分鐘可以把它結束的話 然後 我們 講一下 就是大家來 討論一下 像剛剛有人問那個 麗粉蘭花的 什麼種子 問題 我知道我都可以回答你們 好 但是 我們該想要更專業的 我也可以問你講是誰 好 那你這句 名字寫下來 我出賣高 好 OK 那其實通路 你當你去面對通路的時候 剛剛已經前面已經講了一大顆 你通路的時候 當你去面對通路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都是三個 三個 三個問題 第一個他要跟你買斷 買斷 買斷這個名詞 就是他們在講 就是一開始在講那個球員 就是 美國那個打棒球那個 或者是踢足球什麼東西 那種球員 就是說 他說 他說 他覺得就是說 這個 這個 這個球員的水瓶跟 零的薪水 不成正比的時候 他就會 他就會 請別人去買斷這個合約 就是簡單說就是說 能不能讓我們王建林被誰買 買走多少錢 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 可是他可能身上還有一個合約 還是什麼 一開始呢 斷是這個 那其實 回到我們這個商業的農產品的 這個 我們剛才講說 我給你買斷 這個就不一樣 意思不太一樣 就是說 他這個比較像說風險各單 你們應該有遇過這種東西 就是說 你這 你這錢多少 我給你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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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遇過嗎 我給你買 這個 用化 就是大家講說 台語有一個術語 說 我給你喊 喊多少 大概就這個 就是大概就這個傾向 要記得一下 那這個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你 你是 你有多少 跟他才多少 一定會有一個資訊的落差 一定會有一個很大的資訊落差 比如說 你可能估說 我有五千塊 我有五千塊 可是 那個板上可能 我賭一下 跟你買五千金 可是我賭一下 你裡面有沒有 七千金 大概就是會有這樣 就是這個是滿斷的那個機制 通常就是我們講說包圓也好 包場也好 用包的 或者說 你這 你這 就是說 我幫你算這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可能就是 我 我可能沒有背出去 這個單位可能就是 這一千地 或者是說 這 這五公頃 還什麼東西 多少 這樣子 那這個機制 其實 在付盤上面 大家要去注意就好 一定要記得 你這個 他要跟你買斗 我通常我會建議 你至少 要拿50 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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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他要跟你買之前 你就要叫他下50 那 但是 你要看 就是我有時候 我是覺得我全賣 我全哪 我啦 我個性 但是你至少 可能 要 要落在這個 基點上面 因為你想嘛 欸我整個都給你包了 欸 但我不嫌你拿你錢 怎麼對 對嗎 至少啦 我覺得至少要 要買斑 那你付款條件的話 你就 就是要自己想一想 好 OK 那 他有一種叫 半買斷的方式 我比較會簡稱 就叫 預購 就是通路 通常會跟你制定 下一個週期的物財 然後他又要你打樣 又要你拍照 那 通常就是說 就會跟你說 電話就會跟你說 你這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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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訂啊 下個月 或下下個月 我給你訂5000包這個啊 我大概要跟你訂5000包 大口袋 欸 他不如都是這樣 他不會跟你寫 白紙杯子在裡面有多少包 絕對不會 我真的沒騙 你再好的通路都不會 他就會跟你訂一個合約 我跟你講 你答應他的時候 你千萬要看清楚 他會跟你訂一個合約 因為合約真的很重要 他會跟你講說3000包 但是 他不會跟你保證3000包喔 他不會跟你保證 假設 假設說 他一定會跟你訂一個合約 在這個合約 你要看清楚 處罰條款 那 這個通常 有爭議的地方 我講一下喔 就是說 他會跟你講說 我一定要跟你做3000包 可是他不保證 他要買3000包喔 你要搞清楚 他跟你講我要3000包 他不保證 我要3000包 可是 你一定會想說 欸 你的通路可能跑這麼慢 我是不是先把1000包還500包 掉給別人 他不夠這樣 可是你真的不夠量的時候 會怎樣 他會放過你嗎 你要賠錢喔 真的喔 你要賠錢喔 而且他又有什麼 你幾天內要到 你要打什麼CDKey 什麼東西 他要貼什麼 什麼麥頭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預購這些東西 有沒有 很煩 但是會煩死 真的 通路沒有 沒有 真的是 欸 我覺得通路是一個 比較規模化的公式去應付 不是 不是說我們一個人要去接全部的通路 會累死 會累死 好 所以在這個通常啦 通常通路要跟你做一個半買斷 就是說 我先跟你下訂 這不是消費者來預告 不是喔 我講的這個是通路的模式 就是說 他要跟你半買斷的時候 他會先跟你下一個order 我大概要3000包 那他合約上面會寫3000 可是他不會跟你講保證3000 你了解意思嗎 就是他用3000包 那他沒有賣到3000包 他也會怎樣 可是你沒給到他3000包 我們就完蛋了 不然他有一天多一包 我用 所以你跟我 交給我 不然幾天妹妹給我 處罰 我約跟他 欸 你不要以為他會很心軟的說 你是農民喔 生產很辛苦 所以他會跟你合作 他不會 絕對不會 你要做通路前 一定要想清楚這件事 沒有所謂的 欸 因為我很可以 所以怎麼樣 然後一個廠商更好笑的 就是他就要有機的 那我們就給他有機的 那有機的一定我一定要貼標嘛 然後產交履歷的我們也給他 他說欸 你那個標籤阿 產交履歷 因為產交履歷有綁日期嗎 一定日期已經綁在 他說你那個怎麼人家都賣 人家那個米都賣一年 你那個怎麼只賣半年三個月 我說阿你當初不是要我提供那個標籤 那標籤上面就是這樣 他就已經綁住 那你要我怎麼辦 所以這一些東西都是要去注意的 那有時候通路比你更糊塗 但是他對合約絕對 絕對比你更清楚 他是很糊塗那個商品 但是他不糊塗合約 所以你們要想清楚 要看清楚處發條約 好OK 這份買斷的方式呢 他通常都會怎樣 他會問你說你的認證是什麼 你有什麼驗證 你現在有什麼驗證我都給你啊 別人你夠不夠 我跟你講他還要你保險 有沒有聽過那個產品責任券 聽講真的很煩 然後你每加一項怎麼還 就會又要給你收錢 所以你要去負擔這個 這個預購的方式的時候 然後我通常我會覺得 大部分的人 就是如果沒有50個農民 100個農民的話應該 沒什麼也好 那我是覺得大家可以製成一個組織 然後有一個共同的窗口 比如說我們就交給誰去處理 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最近也在組一個合作時候 也是做這一件事 就是大家共同去組合這樣子 好OK 那這很煩啦 就是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要這一些保險證明 然後他要這一些 他要這一些驗證書 可是你要想清楚喔 這個是你要的嗎 不是你要的吧 你只是為了要幹嘛 買上去的 是是是為了要賣進去 就是這樣子 那要花多少 因為每一個人花的錢不一樣 我不能跟你們講多少 因為我本來想說 把我的數字寫量給我用的對不對 這個一定會有偏差 好 保險費要花多少錢 嗯 要想一下喔 我再跟你講 我們還有做一個有機分裝驗證 分裝 哇 真的會被氣死 那個分裝驗證 他問我那個米啊 他說 你那個米袋有沒有保證 他說什麼保證 你要出示一個證明啊 我說出示什麼證明 他說 你要這個米袋要證明啊 他的材質啊 他的什麼啊 我說 你早上跟我講掉那些要幹嘛 我可以給你啊 我說我請廠商提供啊 那些驗證公司跟我講說 嗯 你知道嗎 你現在包米的話 裡面有可能會有瘦化劑 我突然發現 對不對 我突然發現說 我們真的是在不同世界的 就是 因為 我一直覺得我是乾料 我一直覺得我不是食料 我不是濕屎的 我也不是食品 我只是乾 雜糧 或者是包裝 我瘋膜 當然 瘋那個動作一定有熱 一定有熱 可是你會發現說 當我把這些東西做完的時候 你划不划算 要小心處罰 然後 我不覺得我划算 你有 你覺得你划算 所以我覺得可以 可以試看看這樣子 那他要有機燈裝驗證 我們也做 好 OK 就是這樣子 好 你要 你要再檢視一下 就是說 通常你簽證合約 我都會跟人家講 一定要再檢視再檢視 猜賬比例是多少 還有退貨 還有退貨 退貨 我真的被搞死 他拖一包 就給你退一次 比如那一算你的 你怎麼受得了 一包你 一包你記得要120 120 他拖一包給你自己一次 不是拖一箱給你自己一次 不是 是拖一包給你自己一次 這你在合約裡面 一定都要看清楚 你不要覺得你划算 你要划算 你覺得在那邊遠 一定是不划算 好 那出貨很清楚 我們寄出去都很清楚 寄出去十箱就是十箱 可是退貨的時候呢 就不清不楚了 為什麼 一次給你寄一包 一次給你寄兩包 然後跟你講都過期了 我不是賣你賣斷了嗎 半賣斷了嗎 為什麼你都過去看我什麼事 你不要下那麼多 你東西要放在倉庫過期也是我的事嗎 這是一個很無奈的事 所以你們一定要一再解釋清楚 我不覺得通路 我不覺得就是說 但有好的 有比較好的通路 但是我不覺得就是說 通路它的性質 你要想通路要那麼 它也叫分解 了解嗎 所以通路這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想清楚說 我要怎麼去面對這些事情 想清楚我就可以去接 我不是說通路都不好 沒有 通路絕對有必要 所以你要先去想清楚 好 不過我們的東西很簡單 我們的東西就是 生鮮嘛 就是說果 就是地瓜 對不對 那種東西嘛 小東西 不是說一個東西十幾萬 你看我退回來運費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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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可以太講 好 那最離奇的就是 年度銷售額到多少的時候 它會再給你抽成嗎 要看清楚合約喔 比如說他說你這個年度賣超過400萬 那你還要再抽幾趴給我喔 欸 欸 你真的要看清楚 欸 因為它一定會解敗到你 欸 好 還有更離奇的是喔 就是 你知道嗎 如果你進去的時候 你要交會費 對 欸 通常都會 你要交會費 對 那就上架費 對 上架費 你要新增商品 再跟你收一次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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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的合約 不光是這一些啦 就是你真的要看清楚 有好的 絕對有好的 像我 我真的很 很推那個排檔 排檔不錯 排檔量販真的不錯 欸 那個 怎樣 哈哈哈哈 不好的 我不會講 排檔 排檔真的不錯 有空 如果大家有機會 有希望 我推一下 欸 喔 可以介紹給你 欸 那個 它合約喔 台湯合約這麼好這樣子 什麼 相似排列 但是它不會吃你 因為它是公家之道 它有膽子 它半公用的 那個很好 而且它有一定的那個 它一定的 它需要一定的那個 社會 存在的意義 因為它有一些調節的問題 所以它 開檔那個 不錯 而且 如果你不好 它也會來跟你說 它不會這樣 啊 這齁 啊 就是Y7扭8 它講一些深東極西的話 當然不會 好 這是 這是半個 嗯 欸 它直接會跟你講說 你抽成了多少 這樣子 那我們公司 可以抽 那那個 因為那個額度不是很高 所以 不太會有 業界的一些購幣 什麼 啊我要送你什麼 你 你這要給我一個人 真的 真的 OK 還有一些是寄賣的 寄賣 就是我公司有一些寄賣的東西 大家其實 要想清楚 就是猜賬的理念 那 沒有賣出去的客服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 沒有賣出去的退貨是什麼 退貨原則要想清楚 就剛剛講的 你要不要自己去收 還有那些客服 就是說 如果客人有一些客訴啊 是不是怎麼樣 那或者是說 你到我這個地方 上架 要不要退貨 要想清楚 大概就是 通路的模式 大家就拆解 像大概就這三個 好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小店 那 它有 它有擺一些什麼 蜂蜜啊 米啊 辣椒啊 老鷹的手套啊 那個什麼 什麼水蜜桃醋啊 什麼之類的 那每年的夏天都會開 因為我們在那個 蜂春冰果店隔壁 對 它很多人拿 然後我們就會開 我們就是偷它的人草 對 然後 偷偷衝自己的東西 然後 很開心一下 那其實大部分的東西都是 人家上架 它上架 我們就是 腳滿白的 你不用上架費 可是就是三七 很三七 它有的好一點的飼料 就是 多的那個是農民啊 不是我啊 我也想捐到 哈哈哈哈 大概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的一個小店 小店服 這樣子 好 那也有一個網站 就是我們有一個 收工印象的網站 我才問到網站 然後 然後有一個後台 就是你也可以到網站上去訂 你有粉絲頁 剛剛 有問那個粉絲頁的示範畫 就是粉絲頁的行銷成本 一直一直變高 你看有沒有知道 真的是一直變高 好 那 還有一種 就是最近 就是行銷的 力氣 就是 直播 直播 最近有看到 就是有一堆直播嗎 好像很夯喔 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比較常看到 農場品在賣 在賣 直播 都是那種處理好的 比如說 魚肉塊 什麼 藏斧牛排 和牛 冷凍魚 蝦 肉 這種東西 比較少 真的很少 看到生鮮祖國 那 直播這個東西 是不是商機 有人認識嗎 哈哈 我不是 我也是 我也是想當直播 哈哈 很好笑 好 ok 那你 你這直播的要想一下 就是說 最近比較方 然後就會講一下 就是說 直播的抽成是什麼 就是說 通常啦 通常這一類型 就是你要跟那個 主播是對拆的 拆上 通常是四六 然後就五五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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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他們現在 嗯 因為這是我接觸的 他們現在做那個 快木屏 那種東西 真的就是這樣子 他農產業可以抽到多少 你們應該要想一下 想一下 我 我不知道 那 快木屏那個 風機大概都是四六 跟五五 好 如果你覺得太貴的話 ok啊 那 你要不要自己養一下就過 可以啊 還是你要請 不用請吃 不管漂亮 我就請你吃 也可以 都可以 所以我們 剛溜回到那個 問題上面 就是講說 使用者不肥 你高興 就不肥 你覺得划算 比如說 我賺一百塊的 錢 我願意付幾塊的 廣告費 你自己 因為每一個人 心理答案 絕對都不一樣 好 可能我覺得付十塊 我就覺得太多 一百塊或付十塊太多 可是有人覺得說 買不到十塊 我買不到 但是不一定 好 那 還要思考很多事情 比如說 你的FB 可不可以賣廣場 因為你每天 你有經營粉絲 每天都會跳出來說 你要不要加強推廣 你要他推廣 三百塊 一天 什麼東西 我這半年 大概只有花三百塊而已 哈哈哈哈 部落客要錢嗎 部落客要錢嗎 部落客要錢 部落客也是 那 部落客要試吃文喔 什麼東西 都可以啦 我覺得是 你們要先思考一下 就是說 直播 回頭講 直播 這只是一個工具 那其實你有很多工具 直播也好 上架也好 就是直播也是另外一種 的一個買賣的模式嘛 然後 如果錢太貴 你要不要自己養 這種工具 你要不要自己養 那你還要思考很多事情 好 這是製程通路嘛 就是我們自己做通路好了 乾脆我直接賣消費者 好 這是我的簡報 那就是 講一些通路的一些 就是 玫瑰給大家聽一下 其實我們有很多 數據化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沒可能面對的不一樣